那當然Wiki可以提供它的正確性 只能用特殊軟體、特殊授權 對電腦所有特殊設定才能存取的全球資金碗 例如電子採購碗 它是需要授權的 所以我們可以正確它這個暗碗 那像蘋果日報現在開始收費了 我們可以說它這個暗碗 所以你要付費才可以使用 OK 恭喜大家都會上暗碗的 好 那我們怎麼去定一身碗呢 就是不可見的碗路以常碗 就是簡單說你Google不到的東西 OK 那Google不到的東西像什麼呢 入口監視器台灣的天眼系統 基本上你要從警證系統進去 但其實它有Publish IP 只是你換Google不到它在哪裡 然後還有大家網路上常有謠傳的 連八顆大成口實在VBS 你也在Google不到你也不知道這個VBS在哪 那只要知道連八顆待過的 就是讓一個VBS的連結在哪裡 對 好 那再來我們再講一下瀏覽器的部分 今天會特別提到的是兔爾瀏覽器 那其實現在嚴格說起來它還沒進入政治 它還在FETA 它是零點很多的版本 OK 所以我今天只要講到洋裝 講到瀏覽器 我都會講 都指的都是TOWER的瀏覽器 那當然不是我寫的 這是一個開運的專案 那很多貢獻者 OK 那補兔一下 都市傳說對它的那個就是資金來源也很多 當然我可能大約是他自己來源 但今天就是不會透露 也不要問我這個問題 好 然後個資的部分呢 今天指的個資指的是 比如說你實際的所在地 你的真實行李 或者你的聯絡方式 OK 那所謂的犯罪 我們比較不會定義單一國家 將國際聯合國表會認定的 發生像智慧成年的性行為 隨機殺害或滅亡財的人口販賣 OK 能夠販賣 那所謂的像 血清暴力的話 以現在像非分定 就是比較像是檔藥 或者種族衝突 或者流血的衝突 這都是 OK 好 那第一個問題 使用TOWER瀏覽器 洩漏個資嗎 答案是正常使用 是並不會的 你看到很多YouTuber 他會跟你講說 千萬不要用他 用他你可能個資 就會被黑的確訊 如果有來聽 或者有機會 如果有人問他 說絕對不會 為什麼我說絕對不會呢 因為他的 瀏覽器的設計 一開始就是為了 不要讓你洩漏個資 他是讓你在網路瀏覽的時候 這個瀏覽器的目的就是 讓你在瀏覽的時候 不會洩漏個資 不會洩漏個資 你在瀏覽的時候 你不會被你的ISP 比如說中華電信 比如說遠傳 知道你在瀏覽某一個網站 或者說 有些政府會想要 知道你在瀏覽某些敏感網站 他會遮蔽這些事情 當然 他並不代表 政府不只知道你在用TOWER瀏覽器 因為TOWER瀏覽器 畢竟他有他的Protocol 他畢竟有他的Server 所以 政府還是會知道你用TOWER 他不知道你用TOWER去哪裡 OK 然後TOWER 他比一般的 Chrome 或者Bitbox 更好的就是 他基本上是所謂的無痕模式了 他不會把你的Cookies送出去 他不會把你的 Browser的相關的 information送出去 他目的是為了遮蔽住你的資料 他不會把你的IP送出去 OK OK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暗管充滿血清暴力嗎 很現實的一個問題就是 真實的事件就是如此 你不需要到暗管 其實你看到的那些影片 其實很多原因是因為Google 如果配合國際的一些規定 或者配合某些 某些政府這樣表現 我們Facebook看看 只要有血清暴力一定會被屏蔽 是因為我們一直存在被屏蔽的事件 但是真實的事件 就的確是充滿血清暴力 比方說很多時候 我們根本就忽略了 我們去關注比如說 中東的戰爭 或者什麼 那就是血清暴力 或者像現在香港的事情 可能在某些國家 永遠看不到某些的血清暴力 但這也就是所謂的真實事件 並不是暗管才有 是一直都存在 只是你有沒有花時間去找到他 你可能不能呼我找 你可能要別人去找 或者你可能要用BTE的方式 你才可以找到這些檔案 OK 並不會因為暗管有屏蔽血清暴力 而是血清暴力存在 你可以透過暗管流通 OK 好 那 以後有時候 大家會想說 是不是在暗管的半岁 就抓不到呢 其實 因為他的 所謂的偷流覽箱 的確有幫你做 瀏覽的屏蔽 就是人家不知道是誰瀏覽 同樣的 八部晚上的人 他也有幫你屏蔽 但我通常會說 沒有絕對的 因為這是疊對疊的事情 你只要太誇張的 真的有必要的時候 人家還是會試圖 從 電話裡面去找出你 但某些情況下 你的個人設定沒有設定好的話 你的八部晚上 可能會洩漏你的八部位置 那我找到你的八部位置 我找到你的IP 我就可以找到你 當然有時候人家會用 所謂的殭屍伺服器 然後就找到殭屍伺服器 然後就可以去幹部他 對 好 那 呃 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大概應該是去年開始吧 TOWER決定要發佈 所謂從零點多 到現在的方法 還沒確定 可能是一點夠版 那為什麼這個是一個好消息呢 因為其實在政府在監控的時候 他們也還是會知道 你用TOWER瀏覽器 所以說 TOWER現在自圖在做一個新的架構 就是更隱密的架構 就是讓政府都不知道 你在用TOWER IP也不知道你用TOWER 就感覺一下有兩般的網頁一樣 那 包括更多的加密 通訊上加密的一些加強 那 還在期待 那這件事情可能 不會是一年兩年的事情 可能 可能 可能三四年吧 他才會履歷之下的版本 現在看出來可能還在背堂 OK 好 那 今天的重點就是 糟糕 等一下 開一下網路 好吧 我的解放會 好,在他還被更新我的簡報的時候 我們來做一個沒有簡報的分享 這絕對沒有問題了 好,接下來我要講的是怎麼去連到 連到你的Tower的Service 就是你怎麼去連到這些影韓的網站 OK,那圖就不要買他了 因為他突然沒更新 好,他怎麼連過去呢 基本上Tower的你的電腦 只要開啟Tower瀏覽器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情會先點到 你可能最新過程 馬上就是一個進入Tower Network的點接點 所以說對政府來講 他只知道你進了一個連接點 他也不然你進了一個連接點 或去了哪裡 OK,那到這個連接點之後呢 他再經過一些 所謂的RE-ride就是Louter 跳了很多的所謂的中氣站之後 才會進到你的所謂的隱藏的伺服器 OK,那 所以說 你是怎麼連到他的 基本上你只知道你的進入點 你也不知道你的出口 中途的跳的你也不知道 那你就讀到那個網頁 他又出來的Tower Network OK,那 剛才那張圖沒有開啟 OK,就是他中 他中間就是會有一個 所以你可能比如說你是從中國連出來的好了 你第一個連到最近的可能就是附近的 比如台灣的一個進入點 然後他可能經過了美國 又經過了英國 跳跳跳跳 最後他連到了俄羅斯的某一個Tower Service 那所謂的Tower Network 所以這個架構 你不要去想像他是DNS 你也不要想像他是我們傳統的 Triple W的網路 他有自己的連線方式 OK 好 再來就是 好 再來就是 那我們什麼 我今天要去分享的是 我們什麼從傳統 就是這所謂的Tower Network 裡面連到其他的外觀 你可以自己去在這所謂的 就是跳點點嘛 在那個 暗網 暗網 暗網的Server裡面 直接就提供內容了 如果你今天是一些新網站 或者一些影片網站 你就這樣提供就可以了 對 但如果像Facebook 他希望你透過這個所謂的服務 再去跳到原本的網站的時候 就是從這邊做所謂的party 到比如說Facebook 那你通常會在廣場 比如說中國區 要連到Facebook 那你就可以用Tower的班 去連到Facebook 那如果我等一下演講會變很深 沒關係 Cloudbunk 有一個現成的服務 他可以直接幫你 導承到此丁 啊 party到你此丁的 的Service OK 好 所以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他會先到 主要的提供服務就是 那個Service 那如果有需要的 他才會去 你再party到 原本的網站 那就算你不party到原本的網站 其實你在那個 暗網裡面也可以 就可以提供Content 就是我們跟一般靜態的 TripleW 圖片啊 影片啊 Doint 是可以給上去的 OK 好 那再來就是這張圖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提 為什麼要用KVAS這樣呢 其實就是要講到這張圖 KVAS的架構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 Master的管理層次 然後呢 下面有很多的Node OK 那主類的Node就是Server 那 這樣你講你就知道有一個好處 暗網有時候會被打掛 有時候可能會 因為某些人 你還是多分戰士的處理 那 那 所以你看到 暗網其實就是提供了 然後又消失這樣 所以說 你用KVAS的下扣 你就很容易的 在多台 或者跨多個 可繞的情況下 去部署你的Service OK 比如說你可以Google 有一個 然後在 在IWS有一個 然後或者像某些情況下 像我就會找 就是讓大家有些VPS的服務 這邊開一台 那邊開一台 都可以部署 OK 但我今天不會講到 KVAS的架設 因為今天講 但是講不完了 OK 再來 這就是最重要的一張圖了 Tower Network 進到你的KVAS架構後 KVAS可以做Master的管理 所以進到你的架構後 第一個是你的Tower的 所謂的Name 你的Path OK 那 Network 你通過它去做Path 滑溜到 你要的管理 比如說 Tower Network 如果今天有時候 玩過 KVAS 就知道有一個 RodePode的概念 你只要開RodePode 你就會有IP跟Pode 你就可以通過它去滑溜到這邊 所以你的整個架構 你可以不用 從POP 到我們傳統的 去Internet 去PoW的網路 它只從頭到尾 這個是 如果在內網裡面 可以叫做VPC的架構 你只要在多個個案裡面 建好VPN 你就可以架構在VPC裡面 然後這個VPC 就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服務 直接出去到Tower Network裡面去 所以說 理論上 你不會被DOS 對 理論上 除非很不巧的 可能你的Server 某些東西 暴露了 比如說 你的IP 欸? Server還是有IP嗎? 比方說 幫我小明星好 或什麼 就被人家打破啊 沒關係 就把你丟掉在洗一台就好了 OK 好 這就是最重要的 要排去排一下就好了 好 然後呢 大家就會 提到 K8S 你就會想說 我要用這個架 還是用這個架 我個人的經驗是 如果你今天是有一台Server 你只是架好玩 或者你 就好了 因為它很簡單 就是我那一套 那你今天就是 比較Hacker 你比較瘋狂 你只要研究很多 你可以用這個 然後把自己搞死 不過它可以 架的很複雜 你跨殼 然後跨Server 都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來講 是用這個啦 因為我 部署的問題嘛 然後 基本簡單的步送呢 其實你可以接到 Glib的Github裡面 有一個叫做 DarkTower.git 就直接上去 我扣在上面 但是不好意思 DarkTower.git還沒寫完 因為直到昨天 我還在做簡報 你執行第六函 剪包羅序爾 所以你在那個 HackerMD上 可以看到 這是有點小 沒關係 第六函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 PublicKey 然後這個PublicKey 它這個Base又是加密的 好 所以說 至於裡面是什麼 其實 你可以研究一個叫做 25519的代號 它就是一個 新的加密方式 裡面就是 加密起來的 加密起來 結構很長 但是Key很短 所以很酷 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我今天也不會講這個 因為講到來就沒了 沒時間了 好 那這些都完成後呢 最重要的就是第七個了 你要如果要 附屬到KeybarS呢 其實就是用 背喊指令 cubectl apply我的 我給大家的參數 大家只要到Keybar上去看 就有了 OK 那這個參數其實裡面呢 Image已經幫大家保好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你剛才拿到的 key給換進去 跟你的domain給換進去 我就會幫你Public 到你要的server 如果是讓我那張圖的架構的話 那個Public的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改成一個IP 就是NodePol的話 可以改成IP 跟Pol的名字 比如說 10.10.1 4.4.10.1 然後Pol可能是8080 它就會在剛才的那個 那個 KeybarS自己裡面的VPC裡面 去指定到那個NodePol 那你就一樣可以做Lowbranes 好 這就是基本的整個 整個指定過程 好 那這個文件網的時候 也會放到那個 yabre review上面 好 那 那 也就是今天的最後 一個重點 就是 我把 Ginme.w的暗網架起來了 CostCover的暗網也架起來了 如果你想要分 想要試著用 用暗網去看CostCover的議程 你只要用Cover的軟體 Cover的軟體 它們的軟體 然後 然後 理論在 在亞洲地區的流量 不管是中國或台灣 應該都夠快的 好 那 我們來看 Stidal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目前看來 已經想有點快 或者有點難度 所以目前 Stidal沒有問題 PostCover 底線 Power 或者說現在 有人要提問 可以舉手 是膽度太高嗎 應該不會 蠻有趣的 好 請說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剛剛不是說 Power的軟體不是會跳很多層嗎 對 看到它速度上連線 這樣會跟其他一般的軟體有差別嗎 一定會 一定會 所以它比較慢對不對 對 但是總比連不出去 對 那 有沒有可能可以加快呢 嗯 其實這個問題 我今天不會講到 但是 如果要快 就是Power的用戶要再多 大家一起來加一個Node Node越多 像用戶 用的人 比架的人少 如果架的人夠多 用 用的人自然就不會塞 因為頻寬 就可以一直加大嘛 這台滿了 我覺得跳另外一台 像是這台不夠 大家一路往那邊騎 對 所以說 台灣好像只有一兩個架 我知道 早上只有一兩個弄的 但是如果有更多人架的話 你的燈灘就會更快 因為這問題滿耗子 對 那如果有人架夠多的話 就是比如說 油量跟用物量成正比的情況下 就不會 就跟泥脈瀏覽一樣 因為頻寬夠大 對 請說 之前 俄羅斯有一個 立刻出來的計畫是 他們自己建 然後掌控他們的ISP 因為他們是TOR的全球第二大用戶 所以他藉由掌控ISP跟ISP 去控制他們國內大概 30%到40%的TOR用戶的 那個目的PT 跟使用者 去做一個 好 那其實他是用來 並有問題性的 OK 那這也是為什麼才要開發現在版TOR 因為TOR有一個進入點的問題 那這個進入點的問題很容易就是 就是如果你的那個 主謂的IPISP更新來不齊的話 有可能就會被偽造 那理論上如果你是 比如說俄羅斯有人自己架TOR的NOT的話 沒關係 因為NOT的Open Source Code 理論上你要能夠進入那個 我可能基本上對於是假密的而已 就是他也拿不到那個PTOR 比較擔心的他是尾鑽 就是他尾鑽他有 然後他另外架一個架構 那或者說尾鑽 最怕的是尾鑽扣的保守 所以說 嗯 什麼就是 可以的話 就自己準備一個原版的安裝 因為官網上有 或者你從TW下來的 應該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對 那這個問題的確存在 那也就是接下來是在營業的問題 蠻專業的 好還有沒有人想問 我們還有三分鐘 沒有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給我們